喜莉莉,我是专马 很高兴你们喜欢这部剧 但最近我也收到了一些看了很难过的留言 在讲故事之前 我想提醒一下正在看剧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正在被霸凌 或者有着自杀的冲动 那还是不要看下去了 因为这个故事真的很绝望 汉娜被霸凌了 汉娜求救了 汉娜自杀了 有类似经历的小伙伴也不建议看原剧 而其他小伙伴们 推荐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剧 因为或许你的出手相助 可以挽救生命 下面我们就来看汉娜的遗烟 第一季第三集 汉娜自杀的阴云没有消散 学校害怕学生模仿自杀 买校园的张贴海报 推崇健康心理 克雷看着诡异风格的海报 把标语看成有人在看 实际上那只是一句普通的 李不是一个人 嗯?好像哪里怪怪的 源头哥打断克雷的思路 和他套近乎 学校庭院里 学生乐队正在准备表演 小金毛是乐队的成员之一 让他对表演并不热衷 甚至想要演奏黑色星期日 这首歌是自杀名曲 听过的都想死 克雷已经听到磁带里第三个原因了 小金毛 那张拉妹名单 就是世界的导火索 杰西卡和小金毛在一起没多久就分手了 汉娜在老师办公室遇到两人 还热情地打了招呼 她单纯地以为三人又可以做回好朋友 时间转回现在 汉娜妈妈怀疑女儿自杀的原因 在学校找校长 校长官方地安慰着这个失去孩子的女人 但是并不愿意多透露汉娜在学校的情况 得不到任何帮助 汉娜妈妈无助地躲在学校厕所哭泣 却无意中发现 厕所的隔板上到处写着乌言慧语 她立刻拿出手机把他们拍了下来 也许这可以证明校园霸凌的存在 亚姨女主导建立了汉娜的纪念台 摄影地举着照相机记录着 汉娜妈妈看到了这些纪念物 亚姨女安慰她 这些都是汉娜朋友送来的 汉娜妈妈却冷冷地戳破善意的谎言 汉娜讨厌玫瑰花 这些不过是虚伪的纪念罢了 克雷远远地看着汉娜妈妈离开 那个温暖的午后 她追上汉娜 邀请她今晚下班后 一同欣赏半饮月食 汉娜爽快地答应了 克雷非常高兴 然而现在 她只能看着汉娜妈妈的背影 回忆温暖地过去 历史课上 克雷请小丽给自己打掩护 她偷偷溜出教室 正好看到小金毛 在暴躁地撕毁墙上的海报 小金毛痛恨海报上苍白的标语 轻描淡写地把自杀撇开 然而没有人会毫无理由地自杀 尤其是她知道 犯混就是汉娜自杀的原因之一 克雷把小金毛拉到一边 摄影笛忽然窜了出来 她每天带着相机拍摄 神出鬼没的样子令人讨厌 小金毛让她滚开 辅导员老师叫住小金毛 让她来办公室聊聊 也不介意克雷一起 克雷找了个借口拒绝了 老师走后 校报的编辑男放着垃圾桶 寻找可以作为新闻的素材 他准备搞个大新闻 为汉娜做一期纪念特刊 他兴致勃勃地问克雷 有没有可以做资料的故事 克雷没有多说什么 克雷和汉娜之间 怎么可能没有故事呢 在约定的那天晚上 电影院里最后一个客人是小金毛 他垂头丧气 心灾隐之 浑身都透露着小可怜的气息 克雷没有多余的心思关注他 送走这个家伙后 他立刻兴奋地带着汉娜 爬上电影院的楼顶 院影正在扩大 克雷仔细地讲述着 这个神奇的天文现象 夜风吹乱汉娜的秀发 温度有些低 在色索着靠近克雷 少男少女依偎在一起 静静地看着天空中的月亮 如果哪一天 我和你看星星看月亮 不用从诗词歌赋 谈到人生哲学 我也能表达 我似乎有一点点喜欢你 第二天上学 克雷走进教学楼 到处散发着冰凉的气息 可是汉娜的出现 让整个画面变成了温暖的橘黄色 男人开心友好的打招呼 昨晚的美好变成嘴角的微笑 可是一张名单在学生中流传 克雷看到了上面的内容 汉娜最终也看到了名单 上面赫然列着 最差屁股杰西卡 最佳屁股汉娜 汉娜生气地把纸条揉成一团 扔进垃圾桶 可是好事的男孩子们又把她捡了回来 连走廊上不认识的家伙 居然都偷偷偷袭汉娜的臀部 可雷正好在远处嬉笑 汉娜敏感地以为 她是在取笑自己 克雷在图书馆 扶导体育生杰弗里的功课 但总是走身想起来没名单 杰弗里开朗地称赞不远处的女孩 她被评为最性感嘴唇 隔壁的目光女教训她们保持安静 克雷和目光女曾经是朋友 原本她是清爽的伴相 但是最近却喜欢上了暗黑系妆容 午餐时间 克雷坐到汉娜身边 闲聊中 汉娜希望能够快进糟糕的高中生活 远离小镇去纽约上大学 因为那里没有人认识她 克雷却很疑惑 她觉得汉娜的高中生活非常棒呀 甚至都上了辣妹名单 汉娜惊呆了 这他们是性骚扰啊 男生和女生的认知居然相差那么多 时间回到现在 体育课上 克雷隐晦地询问托尼 辣妹名单 对汉娜是否真的有影响 她还是无法理解汉娜难过的点 托尼虽然是男生 但是她的回答却非常的体贴 体育课结束 小镜毛在换衣间找到克雷 整节课她都注意着托尼和克雷窃窃私语 她告窃克雷远离托尼 并约好放学后咖啡厅前 就在这间更衣室里 大妹名单事件时 汉娜闯了进来 质问小镜毛写名单的原因 却被老师勒励离离开 她只能竖着中指走开了 当时全更衣室的男生都兴奋地吹着口哨 他们认为女孩上名单 都是因为和填写名单的人上过床 小镜毛虽然瘦小 却能够大胆地评价汉娜和杰西卡 坐拥两大美女 简直人生赢家 打块头随意地评价汉娜是easy girl 比伯哥还在一旁闪风点火 直接说汉娜是个婊子 当初小镜毛笑着和篮球队明星男孩打成一片 而如今更衣室里 她只能落寞胆怯地坐着 比伯哥今天一久没有上学 她的家庭并不幸福 母亲在乎男友多过儿子 男友看着就不像好人 甚至还要虐待比伯哥的前科 最近她只能借住在大块头家 等大块头上学后 她独自在硕大的房子里闲逛 到处都是大块头家幸福美好的痕迹 而她什么都没有 杰西卡找到比伯哥 她忍不住抱住女友 哭着暴露脆弱 放学后 克雷如约来到咖啡厅 目光女正好在这里做兼职 他们虽然不再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克雷依旧记得 她曾经说过的故事 也许克雷的温柔 是最值得人怀念的 目光女请她喝咖啡 小金毛也一跃而来 克雷开口就是那张辣妹名单 小金毛却认为 汉娜所有的恐惧悲伤 主要还是来自杰西卡家 举办的那场派对 克雷听得一头雾水 小金毛这才知道 克雷才听到第三面 克雷还在纠结 觉得那份名单 是在夸奖汉娜的臀部 但是小金毛却知道名单的罪恶 当初她写下 杰西卡和汉娜的评价 只是想激怒杰西卡 因为杰西卡不愿意和她上床 写下名单后 其他人都以为两人有一腿 结果杰西卡确实生气了 但娜把气全撒在了汉娜身上 认为小金毛和汉娜上了床 汉娜由此失去了最后一个朋友 克雷想安慰小金毛 可现在小金毛已经被愧疚和自责感淹没 她认定是自己害死了汉娜 字带上的每个人都对汉娜的死 要负上巨大的责任 托尼忽然带着汉娜妈妈来到咖啡厅 小金毛立刻离开 克雷也害怕接触汉娜妈妈 随后离开了 汉娜的磁带里提到了一家小超市 她经常会去那里买巧克力 那天她依旧像往常一样去购物 却正好遇上大块头 她也看到了辣妹名单 借着结账的机会 故意抓了她的屁股 甚至毫不掩饰地评价了一番 汉娜吓坏了 她傻傻地愣在原地 直到大块头离开 才开始哭泣 克雷听着磁带走进那家超市 塞满汉娜喜欢吃的巧克力 却正好遇到大块头 大块头豪爽地帮克雷买了啤酒 走出超市后 曾大仙 比伯哥 小金毛等人都在 比伯哥强迫着克雷快速喝下啤酒 不然就要挨揍 克雷不得不抢罐啤酒 接对面 托尼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喝完酒 克雷被放行 她跌跌撞撞走到托尼面前 质问她为什么跟踪自己 托尼却不愿意多说 开着车就走 克雷不服气 骑自行车追了托尼好几条街 竟然在废弃建筑的角落 看到托尼正在殴打别人 比伯哥和曾大贤针对克雷 害怕她把汉娜的事乱说 并且想着要隐瞒大块头 夜晚 男孩们聚在一起玩耍 小金毛却没有什么性质 她绕过打闹的比伯哥和大块头 走在泳池的边上 顺着身体的重量倒进泳池 当吃水要溺死她的时候 她挣扎着浮上水面 面无表情地看着漆黑的夜空 原来死亡的感觉 如此难受和无助 喝醉的克雷回到家 还吐了一餐桌 被爸妈无情地关了禁闭 半夜她醒了过来 立刻爬起来把磁带翻到第四面 听这个故事时 需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带着汉娜的地图 克雷从窗户翻了出去 蝴蝶笑颖说的是 小小的蝴蝶震动翅膀 也可能会导致飓风 对于小金毛的男孩来说 他们做的不过是小蝴蝶 却不知道 他们的愚蠢自私和可恶 在汉娜的生活中 掀起了巨大的风浪 汉娜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成为人人口中的荡妇 作用两大美女的小金毛 却成为男生偶像 获得崇拜 如果这只是小小的挫折 那么大块头令人作呕的性骚扰 真的就是巨大的风暴了 只要上了名单 就可以被人这么欺负吗 普通女孩面对性骚扰 很难做到立刻反应回击 更多的是像汉娜一样吓呆 等到事后才会害怕的哭泣啊 汉娜死了 她活着时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死后却有无数的朋友为她送礼物 为了举办纪念会 亚裔女表现得和汉娜很熟悉 当辅导员老师询问她们的关系时 亚裔女和源头哥又都表示不熟不熟 如此趋利避害的表现 她们是不是也和汉娜的自杀有关 她们也在磁带上吗 那么第四面的原因到底是谁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谢谢你看完这期视频 按个赞支持一下我们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哦 打开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节目的更新通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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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